以明年1月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 中山分局治安会议特别邀请台北地监署检察官进行查会选 防止暴力宣导 加深民众对会选暴力赌盘及假讯息介入等不法犯行的了解 我们如果说是被刑惠的话 那我们就是接受了那我们就可能是受惠罪 受惠罪的规定会在刑罚上比较强 就是在影响但是还是有刑罚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要求别人贿赂或是期约或收受贿赂 或其他不正利益的话那我们也转快构成受惠罪 什么叫做所谓的贿赂跟不正利益 其实在法律上来讲 因为它这个体会在现实上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 那当然钱财的部分大家都知道 这个就是所谓的贿赂 那其实会比较难判断是所谓的不正利益 那利益大概可能的形态就是说 例如说一些招待啊 餐饮啊 奖品啊 或是旅游 交通 裁券或是带缴一些 比如说威贝啊 或是合睡 然后法管等等 这个都算 其实我们地坚署除了电话以外 还有新的这个通报的管道 那我们在选择几天我们会设立LINE的账户 那如果说各位有需要提供情资的话 也可以透过LINE的这个账户 跟我们地坚署反映 那到时候我们在地坚署做出去的海报上面 都会留下URCO 随时都可以扫码 加入LINE好友 我们可以共同地坚署反映 那我们这边是会有专人负责阅读各位坚决的请资 惠中中山分局相关单位更特别针对 誓诈反毒进行宣导 剖析各式诈骗手法 像是假投资 假检警等 保护民众财产 以及宣导新兴毒品危害 避免民众或学生成为无辜受害者 今天召开社区治安座谈 座谈会 然后包含校园安全的一个座谈会 我们一起来举办 那今天除了我们的相关的民意代表的办公室 以及我们各里长 包含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了台北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 来到现场来做这个我们即将的总统 副总统以及立法委员选举的一个反会选的一个宣导 那另外也 我们也邀请我们在地的很多意见领袖等等 我们的名利 巡守队等等 我们做一个中山分局辖区治安状况的说明 以及我们平常的相关的防诈部分的宣导 希望借由我们今天来与会的人员 包含学校一些老师主任等等 希望能够帮我们来多做誓诈 尤其是现在当前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是打击炸击犯罪 我们希望利用今天的这个机会来做宣导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青少年犯罪的问题 包含接触毒品 包含被帮派吸收 甚至成为诈欺集团的这个成员 这都是我们今天一个宣导的重点 透过联合社区治安会议 继校园安全座谈会 中山分局与辖区民众面对面近距离沟通 聆听民众对治安建言 达成警民合作目的 搭起警民沟通桥梁 共同维护中山区的治安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